還有一分鐘 因為我們這次全世界在轉播 所以我要按照時間 再一分鐘我再開始 來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眾將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只要從今天開始 可以進行的情報國會叫做眾將官 因為國際班被合以後 在台灣民政府裡面 不是將軍 還不就是做官 所以叫做眾將官 台灣民政會國際班 初級班 如果被合以後 一般來說 經過差不多2個月到3個月 國際班被合的人有幾個權利 我在這個地方要讓各位知道 第一個就是2個月3個月以後 你會接到一個統帝 叫做法理電招 什麼叫做法理電招 就是說你受夠了 初級班 國際班以後 你自己有想要來替台灣民政府打招 就是要做他的行政官員的 通常這個行政官員 包括做兵的 做軍的 還有做民間的就是眾將官 你如果有管理的 你自己回去以後 可以考慮2、3個月以後 你來參加法理電招 法理電招以後 有一個職務電招 集務點招 有幾個集務可以給你見 五個集務 這個叫做軍修 軍俗 什麼叫做軍修 如果以中華民國的制度 那叫做軍修 現場 只不過是我們的軍修 就是從所在跟分割為 差不多五十萬到六十萬 一個單位叫做軍 這是日本時代就有了 軍 叫做軍修 全台灣有五十個軍修 五十個軍修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軍 都集合三個到四個軍修 但是軍修要參加科技 科技很簡單 是非選擇 反而就是新台灣論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過 你們看是非選擇 我幫你保證 因為最改進的軍修的科技 就是五月三號 你要記起來 五月三號 下午的四點到六點 四點到六點 你如果四點到六點 科技三 科技免費 不用付任何的錢 同時你如果在這裡考完試 晚上還可以在這裡吃一頓飯 這裡回去 你考幾次都沒關係 你能考考考到你 集計為資 集計是七十分 很簡單 但是你都不一定考得過 我們每一次考試 最大的紀錄 兩百控幾個人在考 兩百控四的考 最少的人數是九十八的考 如果九十八的一次都超過十幾個而已 不至二十 所以不容易 我們已經基本上六個的軍修科技 所以我們這裡考試專家 或是說你法理專家 你要處理自己的程度也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我們考試的結果不公開 要問 你問生政的 問你自己的 我們的辦公室會跟你說 你不要問百人的 不會跟你說 所以你考幾分 也不會覺得說建設 就是考十分 也不會跟你笑 因為沒人知道 自己才知道而已 所以我跟各位說 簡單就是那本新台灣論 怎麼簡單不 五月青山想要來考 會請你驅手 這麼沒志氣 這麼沒志氣 不敢來考 五月三號 蛤 你就要先驅手 自己 自己加油 好 我要來考 我一定要考過 我告訴你 君手你可以參加職業點召 第二就是 政治局跟事務局 什麼叫政治局跟事務局 就是我們公佈的 台灣民政府的 政府組織的架構裡面 有分做政治局事務局 你可以參加那個點召 點召以後 在中央是做中央的內夾 在地方做地方的內閣 在郡 叫郡的內閣 中央的名叫做省 什麼省 這是用日本的制度 那如果地方的主委 會的那個 譚委叫做聽 聽 那如果 郡呢叫做局 局 就是 省 聽 局 三個站位 另外台灣就是 深層三個管理階層 所以 因為今天是高級班 會補三年半就要結業了 所以你有這些管理 我會跟你說 國威省運氣很好 因為下個禮拜 我們就有參眾議會的點召 所以參眾議員的點召 你可以 雖然你要不要法理點召 你可以同時參加法理和參眾議員的點召 在下禮拜 禮拜六 那如果下禮拜天呢 就是政治局和事務局的點召 你說我如果參加參議院和眾議院的點召 我如果要參加政治局和事務局的點召 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 那一個就是 行政單位 一個叫民意單位 兩個性質是不同的 不能說 兩邊都要在 不可能 但是你兩邊可以點召 你都可以取得他的資格 這把國威先報告 這個職務點召跟事務的點召 來的時候 因為 如果要法理點召 我們會發一本書給你 就是《戰爭史回顧》第一冊 那職務點召就第二冊 所以 來在這裡都去讀書 為什麼要讀書 因為你六十八年 國民黨的教育 中國人的教育 已經讓你的頭腹斷了 所以我們要慢慢慢慢 將你過期 不對的 那些頭腹一步一步 把他抬起來 抬清楚 這樣你就對法理會越來越清楚 美國也你跟我們照 我們台灣民眾 說我們 好 他說你台灣人很厲害 最過的初期班 最過的國際班 好 開始就 生孩子出來 台灣民眾會會生孩子 你知道嗎 已經生七個孩子 怎麼說生七個孩子 抬起來法理後 回去就說 他說沒了 他全部都懂了 不可以告美國 告南海 去告日本 為什麼告日本 他說 你米蘇産 他說你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人的國籍是日本 就來告日本 我說我最過了 我看得這麼多 自己都會創造論述 我們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現在那個是什麼 日本政府 日本國家的國籍 那個政府 現在日本跟以前的大日本帝國有一樣嗎 不一樣 你如果要告 要去告天皇 但天皇可以告嗎 不可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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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日本天皇 跟日本天皇一樣 跟英國的路往一樣 邦聯 Common Wales 要拜 台灣絕對怕 Common Wales這條路 所以 所以 你如果要告法例 你只要真真真正 所有的 所有的 你要討論 討論 你才有辦法來了解 你不能說 討論兩天 貨馬上就很清楚了 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告訴他 你如果從這裡被壓 有人跟你說 要用台灣民政委的論述 要去賺錢 要去告什麼 你不能相信 如果要告以前 要先問我 我沒有跟你騙 我實在 我很清楚 例如 例如 學運的時候 美國亞太地區 會主理國務卿羅斯 說一句話 說 美國支持台灣自治 オトノミ 有沒有 喔 開始外面就這樣 爬爬爬了 組織 組織 扶我摩殺自治政府 組織 台灣自治政府 翻證 廣東自治政府 他們 沒了解 我上次也有說過 美國 自從 台灣關係法 以後 從我們台灣 創作兩塊 一塊叫做法理台灣 一塊叫做政治台灣 他這兩塊台灣 他每次都在運用 他如果發育 他就拿這塊拿出來 如果沒有發育 他就拿這塊拿出來 因為法理台灣 因為政治台灣 美國羅斯說的 台灣支持台灣自治 那個台灣是什麼東西 知道的東西 一個、兩個 好 我說大半 看你說的有一樣 所謂的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你如果說 你的台灣跟我想的一樣來抓手 漂亮 不錯 很好 我跟你說 那就是政治台灣 美國要有一個六大保證 他怎麼說 他說 我美國絕對以後 不要賣武器給台灣 中國就很開心 拍拍手 現在繼續賣給中華民國 中國就抗議 美國說 我就跟你說過 我不賣武器給台灣 他說 你不是賣給中華民國嗎 美國說 中華民國就不是台灣 他在說 台灣 就是 法理台灣 他當然不能賣武器 給法理台灣 因為他責任法理台灣 他是怎麼賣給我們武器 所以美國就是用模糊政策 你欺騙我們台灣 去欺騙阿強 你推推推啊 所以阿強我告訴你 你不能看他 他現在也開始研究什麼 建政法 建政法 不是那麼簡單研究 世界上 比較強的國家 比較強的國家 才有你研究建政法 是怎樣 全世界沒有一天到你建政了 你建政法你有飯好吃嗎 我幫你保證絕對沒有飯好吃 誰要幫你請 所以 戰政法 你要研究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 我是好玩 剛好 因為 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為了要早前拿到學位 我想說 建政法沒人讀 我來讀書 拿到學位 不是 我去讀書 讀書 讀書 你把這個建政法來吃飯 時間兩清空四年 有一次我去李定衛營處 宏喜山莊 李定衛跟我說 認識 你讀書 讀書 讀書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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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他做中央廟的官員 沒興趣 無論無論無論 你不就像你讀的這個建政法的東西 把它放在台灣的地位 試試看 我說 人家的 丹庸吉 紅焦東 他們現在那個 設台灣的地位論述 很清楚 他說無論無論 你喔 你回去 你將這些建政法的東西 把它放進來 試試看看什麼結論 我那年的 2,0004年的過年 我都沒有出門 很很坐在房間來一塊月 這一塊月 看著看 我很震驚 麥塞開始連 我發言說 台灣 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只剩下 中 要怎麼鬧 後來就開始跟李電會聯絡 但是我那些人跟李電會聯絡的時候 那一陣子 你認為身體不是很好 所以 他旁邊 開始都有很多 他的幕僚 很多都是中國人 他知道我研究他 我從來都會嚇到他 欸 將那個 我跟他的聯絡資訊斷掉 我說阿海 你怎麼辦 想整部 有人就跟他說 你把美國頂 美國頂 頭半的 頂那個 那個叫 半半 還是頭半 一半 我說 好啦 沒來試試看 要頂 華盛頓 要頂那個華盛頓油半 因為華盛頓油半 是美國的政府官員都在看 我就頂那個華盛頓油半 你知道華盛頓油半 頂一半要六個錢 你絕對用不到 一天而已 多少 十萬塊美金 三百萬 三百萬 要想到那時候 我剛才在衛中 找到回來而已 多問回來 我哪有三百萬 就 好看在那時候 國台便宜 那時候 他是議長 陳凱無醫師 我告訴他 沒有第二句話 來來來 我跟他不認識 他看到我一本 台美關係關鍵報告 叫我去 上台報告 不然他去 剛好 因為我是國醫的 叫我的 國醫的同學 來幫我叫 去 請我吃飯 叫這個醫生來做培 沒有人要跟陳凱無一樣 聽說他的名字叫雷公 雷公 很壞 我相信 有的人都知道他 很壞 他最好 所以他先都坐到他的旁邊 我不要跟他講到 我跟他而已 他說來來來來 我靠電話給阿扁 說台灣有救了 叫他看你這本色 那時候阿扁剛好去中南美 所以靠電話 阿扁 他太太 吳淑貞 跟吳淑貞說 夫人 我跟妳說 台灣有救了 台灣有救了 你這本色阿扁回來 叫他一定要靠 我會給他口齊 因為他是他的御醫 口齊他不討 路邊阿扁 我跟阿扁 記三百年的時候 阿扁才說 你如果不早寫 問我怎麼寫 陳凱莫 靠電話給他 叫他 讓你看 本來阿扁也要 寫一個台灣地位 路邊他就不寫 因為我那裡找給你 他就不寫 路邊到10天的時候 太慢了 沒關係 太慢了 我剛才頂下去 2005年的7月20號 登了報紙 我想這間 佈著頂下去 這樣穩透盪 對不對 頂下去 誒 都點點 記者去問 那個國務院 那個國務卿 你知道國務卿怎麼說 No comment 頂佈著說自己 No comment 他不評論 我頂那個報紙的情供 一個月 國防民也去頂一個 要求美國放棄一宗論述 要承認兩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美國 助理國務卿出來 披了 披了 美國絕對不會 改變一宗政策 我頂的 他說No comment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聽不懂 我很高興 怎麼說 對啦 這樣就對了 我們把他拆到了 拆到美國了 對不對 他不評論 這些官方的議員 你要聽到 他說不評論的意思是什麼 你講對了 你講對了 還想說 嗯 你不平衡 不動作咧 這樣要怎樣 想想 嗯 人家給他 收主意 收主意 都要花錢 他拆到 要講他拆到 現在台灣就跟他講 國家免數 你不要聽過 真的 國際間 有那個 國 你要控告國家 在房間的國家 要控告國家 不可能 國家免數 有這個規定 這樣要怎麼拆 大家說 不可能拆美国 要拆到 要拆到什麼 我拆到歐巴馬 那時候是布希 還說 夠布希 2006年那時候 收收 收一年 從2005年到2006年收 收收之後 我想說 這樣 有辦法 因為 我一個人要拆是怎麼拆 我說 來選市長 因為選市長 有那個選舉空窗 可以 你當選市長 來講這些 這些事情 對不對 這主義不錯 對不對 好 要選誰 要來選 我住在台北 我說來高雄選 因為台北是叫做中國是這樣的 你真的絕對找不到 找不到 人要幫你搗盡 我說來 來去高雄選 我獨特一個人 走去高雄選市長 看有笑嗎 我戳不穩下去 我要選市長 大家說你是空的嗎 現在選市長 要廣告 廣告 我就是在五方路 五方一路 在鐵路的旁邊 剛好有一個以前的 台灣時報什麼報 在辦公室 扛下來 很少的錢來做給我 扛勞就站起來 我扛勞起來 一個美國國旗 旁邊再看一個台灣 我們的副主席潘良帆 我跟他也不認識 他從那裡過 說 這是美國的直銷公司來了 我沒有什麼經理 我去買市長 市長 高雄市長 有夠貴 我買市長在哪裡 在屏東地區 選高雄市市長 說廣播在屏東地區廣播 這樣有笑嗎 這樣笑的走手 正常的走手 正常的是真的消費 我跟你說 你選高雄市市長 在屏東你做廣告 所以我一個廣告 收視率 收聽率第一名 我發動說 來遊街 來公家 農中主動來 有騎桌外 家庭車 農中有 那一公里以上 那一公里 那一公里 我們彈局跟那個 黃鎮英 派人來看 嚇到耶 這異君突起 這麼一個人 你把他支持 其實那些人都沒有票 賓董人要怎麼有票 但是我利用在電視 在港 國民黨都知道了 國民黨都很提供 所以那年的電視轉播 改變 社區的電視 在轉播 報紙都沒有外名 所以選到什麼 有的人說 你有選過市長 我都不知道 沒有 我問給你看 你這裡 高雄地區的 你知道我一段 有選市長的 下手 兩個而已 三個 你有看到嗎 我沒說八十 三個人知道 我選高雄市長 但是 我知道 國民黨 還是中華民國 不敢讓我選 也不敢 替我的名字曝光 因為如果曝光 我相信 如果在電視上說 不用三個人 他沒變我才隨便你 所以到現在為止 所有電視台 如果看到林智生 好像看到整個一樣 都不愛賣話 欸欸欸欸 啊你拍攝什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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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得很辛苦 那兩千塊人 你十歲去告美國 我真好 我還要跟你們說一個消息 歐巴馬 剛才那個人 剛才洞川總統 洞川總統 前一天 他就接到 換他們的川普 他說 啊這個人什麼人 這個拉這個林什麼人 齁 台灣人 他說你找那個 台灣同鄉會的人 喔 來我拍公 我來問問問 台灣同鄉就去 他也不知道什麼事情 他在這裡問說 這個拉這個人 你什麼人 他說他都不知道 他說什麼 這人把我告 因為我那天 想規模 我知道 你跟他告他不簡單 我用什麼 用人權 來告 我問你 我台灣人 我給你證明 我感恩 但是你給中華民國 來地理你證明 你對我很多的不平等 我都你中國人去做 表面上說 台灣同胞 我哥咧 怎麼有台灣同胞 都也他們中國人 去中國同胞 我們怎麼有 你如果要變成他 中國同胞 他才給你重用啊 我是台灣人 我也不能拿中華民國護照 我拿他身份證 是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不對啊 我是台灣人 哇 1946年1月12號 他用行政命令 從我們日本的台灣人 黨都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這都不對耶 美國跟英國 抗議三次 當然抗議三次 不行嘛 對不對 他不是說不行啦 他政府跟那個人 派人去 麥克拉斯 跟麥克拉斯解說 他說 我們為了要管理台灣 方便起見 我們將這些台灣人 先暫時定為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這個人權公約裡面有三項 第一 你要合法 第二 你要主緣自願 第三 要自願 你這裡可以變人國籍啊 所以 那時候 加拿大的政府 也有跟中華民國國籍說 啊 這些台灣人 讓你變成中華民國國籍的 這些台灣人 超過二十歲 以上的人 他有那個宣誓 損失說 他主緣變成中華民國國 你將那個宣誓書 給我看看 拿不出來 所以 各地的祖先都不信 那個宣誓書 我們也不信 那不是 沒有啊 我們都不信啊 所以 加拿大跟他說 我們不能承認 美國說不能承認 所以現在呢 事情越來越明顯 包括 上禮拜 美國 國王部 這個 國務院公布 救濟安和平條的十九條 的內容 原來這個十九條內容 就是武功 要將台灣跟平和平和平和日本天皇 這你要拍手 你不要拍手 什麼意思 所以歐巴馬呢 四月二三到二五 要去到 日本共 所以趣味啦 越來越趣 問題是我們 美國說四千名 要去接政權 我們到現在還沒創作呢 所以呢 我去這個地方 要跟各位說 我沒有叫你走 走走走前去結婚 我只說 你用你的嘴就好 去跟他們說 當然用嘴說 也不簡單 因為你的旁邊 都是一些 頭部有問題的人 不是你頭部有問題 是你的旁邊有問題 你要將你的旁邊 把它刷復 你要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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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用電 電鍵 尤其你十八% 你要叫他放棄 不簡單 一機身 十八%的人 你要替他鼓勵 你不要放棄 沒關係 台灣民政府 照相給你領 但是你父親 父親 都沒有去警察 這就差很多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台灣人 台灣人 本身來執政的時候 整個狀況 就不會一樣 現主席 他中華美國 為了他維持 維持他的政權 他用十八% 來綁標 十八%的人 絕對 不想改變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 民進黨是中華美國民進黨 你選給他 一樣 也是中國的 雖然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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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樣 台灣永遠 都陷在政治的煉獄之中 所以 今天 我跟國語說 我們的國際班 比學院 剛好 你們剛好 你們跟電招 後禮拜 禮拜六的電招 有接近 你們可以參加 自己考慮 不勉強 要參議院 眾議院 你自己考慮 如果年輕人 還等一個月 有做 黑熊部隊的簡招 你也可以來參加 黑熊部隊 不是要叫你拿刀拿錢 記得 黑熊部隊 聽到部隊說 這要叫我去收台 絕對不叫你收台 只讓你一支上方把劍 叫做法理 用法理就好了 我們不用拿刀拿錢 這是黑熊部隊 管什麼 管海巡署 管這個要做警察 還有這個要做 國安 這種的 特別單位 他是派你去做什麼 做一些 他的督導 獨特 獨特的管理很大 比局長的管理很大 所以我們醫生 我們今天 因為今天彼合以後 臺灣民政府 的政客高級的管管 當時我們有一張結業證書 這張結業證書 會交給我們的酒店 你去酒店那裡領 因為你才知道 州的辦公室在哪裡 有他們也要去走走 你不可以收分結束 就在家裡等你做官 我幫你保證 你等不到 怎麼說 會做堅 怎麼說呢 很簡單 你跟酒店都沒有食材 跟菌手都沒有食材 你是要做什麼 什麼人會知道是你 你就要去他的面前 放一放 讓他看到你的頭 我生做這樣 我可以做什麼 自我推薦 不然菌手 要自我推薦 再說一次 要替台灣人口部 要比較厚面皮 我就是能夠當什麼 他真的 我是跟你說他 我們沒有選機 我們就用這個送口 台機的選機 這樣有簡單嗎 很簡單 對不對 最六天四晚 還有電招 給你電招 華麗 還有植物電招 這樣而已 這樣可以去做 一個政府的官員 什麼要比這個更輕鬆 有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但是大家來這裡 主要都是什麼 都是因為 有那個心 有這個心什麼 要替我們台灣人的後台 所以為佩生 Session 就是我們的宗旨 四月 就是這個月 二月 下下禮拜 的禮拜二 我們在聯合報 自由時報 都會登 半版的廣告 為什麼 美國有規定 你不可以只登聯合報 你不可以只登自由時報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 那個中國部 沒關係 你要讓全台灣人都看得到 我說一次 台灣民政府非藍非綠 我們不是拿軍 也不是立軍 我們是叫台灣軍 台灣軍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會補點盤 這裡我的課 各位同心 我們學校的學校 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